哈喽 你们慢慢玩 你们慢慢玩 走了 回家吃饭了 走了 我回去吃饭了 来 我去上个厕所 然后我去上个厕所 我要回 我要回去了 我这一片就是香蕉零了 上个厕所走了 你看看有没有新品 新品过两天上了 香蕉 我们什么香蕉 香蕉是新品的 香蕉 芒果过两天上了 芒果 再给大家看开开的节目 就是这样 登登登 走拉回家了 谢谢宝宝的关注啊 谢谢 走了回家喽 先回去吃饭了 吃午饭去了 肚子都饿了 肚子都饿了 笨笨姐 你们这些人呢 我发现你们就过分了 我发现你们这些人就是过分了 你们你们拜拜 你们这种人都不来看我直播的 你们过分了 买完东西就跑了 你们都不来吹牛聊天的 多吃点 还没回去呢 回去到都要一个小时 我半个小时就到了 回去都要半个小时 这个怎么没有关紧 门怎么没有关紧 差一个司机啊 大一个 差一个司机 就只说搞了 那个香蕉不抵饿 门没有关控 后备箱 后备箱没有关紧呢 想吃菌子 菌子的话你再等一等 姐姐 菌子你再等一等 菌子的话再等一等 菌子现在上了 云南已经上了 菌子了但是很贵我觉得没必要买 那种机中都是几百块钱 七八百好的上千一斤 那种我觉得没必要买 七八百上千块钱一斤那种 我觉得那种我觉得没有必要买那种菌子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是没得意思的 我觉得你对啊 现在很贵的呀 现在已经上了呀 现在什么牛肝菌了 激中菌了等等都已经上了 已经有新 已经是有那个新的新鲜的 现在已经是有新鲜的菌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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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贼拉贵 但是贼拉贵啊 他贵了不划算买 欢迎各位新进来的宝宝啊 哈喽 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电龙小哥直播间 我要回家啦 欢迎千里共船间 老乡 山水老乡 然后打个电话 我问一下他们在哪里 怎么这个香蕉不堪饿吗 吃了好几坨了 还是饿吗 你载 你们载一点 啊 差多少 你吃点娃娃才会干 我吃饭你 我还不信不得 我现在在 我可以的吗 香蕉拉不完 你哪家可以拉的吗 还有五六丑 你呢 应该拉的行吗 你们要多久吗 好 吃了我再等 你看 他说阿松呢 差多少斤 现在多几啊 有不减 重了也多几 好吧 吃了 好 啊 那我们等一下吧 哎呀 我们在车里面 凉凉的坐着 等一下 来来来 你们想不想去看 玩小秘书啊 你们想不想过去看呀 我懒得过去了 要不要去看 小秘书 还有人要拍的吗 小秘书 我看下我的小秘书 有多少斤呢 差不多 这里 小秘书 小秘书 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 哈喽 哎呦没油了 怎么灯都亮了 待会我回不去怎么办 你拍了酒精 跟上次的一样的 是一样的 姐姐 你要不要去看吗 地里面都是一片地的呀 地都是在一片地 地都是在一片地的 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是和上次品质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都是沙地种的 都是一家人种的货 都是一家人种的货 姐姐 都是一家人种的货的 你们帮忙点点小红星 喂 你们小红星帮我点到多少了 怎么小红星才有那么一点点 小红星只有那么一点点 小红星帮忙点一点嘛 小红星帮忙点一点呗 怎么小红星才有那么一点点哦 小红星都帮忙点一点 小红星帮忙点的 下一次 卖完了 对卖完了 对卖完了 用的吗 你要去见啊 好 我等你放了 我刚刚我刚刚回来 我刚刚去哪看前景啊今天 嗯 差不多要回来了 大会来你说吗 我在直播 好 上次那些卖完了 上次其实也没多少 我跟你们讲一千多斤 一千多斤 然后挑挑减减 挑挑减减连次品都有一 连连瑕资品都有两百斤 上次那些连瑕资品都有两百斤 挑挑减减 瑕资品都有两百斤 然后便宜去 然后亏着钱处理了 那个本来就没占多少钱 然后瑕资品也好多 瑕资品有两百斤 被我全部处理了 然后 这次又挖了一些 这次这这一次的话是因为上次的没发完 然后呢又过来挖了 然后也没多少了 他家他家那里也没多少货了 其实也没有多少了 所以说你们要买的 要囤货的也差不多 反正这个小秘书真的很好吃的 是吧 这个小秘书就真的可以 口感真的确实可以 我觉得是同级别里面来讲是比较OK的 价格的话也比较实惠 价格的话其实也不算贵 瑕资品 瑕资品因为没办法 那个上次的个头均匀还没有破皮 真的很好 是吧 我们现在都包装都是走改进又改进 因为和农妇拿过来了 你说退回去退回去给他 退回去给他了也不是 因为他们这个种出来也不容易 就像刚刚那个 哎呦刚刚那个阿姨 他他他说他送我一团香蕉 我真的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刚刚那个阿姨他说 他说他他说他送我一团 他又他又自己就砍了一坨来送给我 我说不用送了 我说不用 后面他又送了一坨 你说那个那个拿过去给他们 他们又没法处理掉 然后呢 我们拿过来反正就是说就就给你们处理了 反正货是好 货的话就是说货的话不差 也能吃也可以吃 只是说达不到发货的要求 发货的要求达不到达不到我们的发货要求 那就只能把它处理掉了 所以说就亏着钱就亏着钱 亏着钱就可以 反正又反正没多少 200来斤就亏个就亏个 就亏个一两百块钱是吧 让他处理的 因为因为以后还得拿呀 这个东西 以后还得给他去拿货 所以说 把它处理掉 拿都拿回去了 不可能退回来了 拿都拿回到仓库里面了 然后又各种发货的时候 又调调简简 然后呢就调剩下的那些 把我全部处理了 给我 我就以最低的价格 非常便宜的价格处理完掉了 把它处理掉 因为小秘书那个东西 它损耗说不定大 小秘书那个东西 其实它的损耗不低的 这里有样品 你们没有拍到的 样品这里有 我拿了四个样品 这个是今天早上才挖的 你们要拍的 还没有买到的 也可以去拍的 还没有买到的 还没有拍到的 你们都可以去拍的 这个是样品 这个是我刚才 从地里面拿的样品 今天的货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的货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被虫吃了 但是我们这种一般这种是不发的 被小虫子吃过这种 我们一般都 我们都是不发的 我们都是挑出来的 这种都不发的 知道吧 但这个的话 我是拿来做样品的 我是拿给你们看 个头大小的 这个是今天早上才挖的 今天早上才挖的 你们就直接在 你们直接在2号连接拍 两份两份的拍 小秘书的话 我跟你们讲 你们要两份两份的拍 因为两份两份的拍的话 比较划算 拍两份啊 两份两份的去下单 两份两份的去拍 因为小秘书拍两份比较划算 拍两份的话 优惠十一块钱 优惠十块钱 拍两份优惠十块钱 然后还有那个 然后的话 到少价的话 好像是四十六块钱 就是有淘金币呀 淘金币呀 各种东西折扣一下 四十六块钱 九斤的 四十六块钱 九斤 发中东快递呀 今天挖了 然后明天才能发货 小秘书明天才发货啊 小秘书明天才能发货 小秘书的话 明天才能发货 因为要晾下一天 要表面的水分给他晾了 表面的水分晾 晾干一点了 他那个 他才不会破皮 他的皮才不会 他的皮才不会破掉 所以说呢 要晾一天发货 然后明天发货 统一在明天发货 你们今天拍下的 都是在明天发货 两份两份的去下单啊 两份两份的拍 两份两份的拍 因为我那边 我那边是表弟 他们在挖 在挖着 然后我是过来拿香蕉 我是过来拉香蕉 然后呢 他们那边在那边挖着 都是今天现挖的货 都是今天现挖的货啊 都是今天新鲜现挖的 因为我们都是分工 就是我过来这边拿香蕉 他的话去那边挖秘书 我刚才也过去了一下 我刚才的话也去了那边去了一下 然后呢 他们拿回去撑了一下 然后不够 不够 不够货的话又重新去挖一点 然后呢 到时候一起拉着回去了 不够货 然后就重新拉着回去了 货的话是很好的 货品的是很好的 货的品质是很好的 和上次是一样的 不差的 然后你们要囤货的呀 什么的都可以囤了 没有买过的是吧 可以买了尝一尝 非常好吃 粉糯香甜的 它是粉糯的口感啊 它是粉糯的口感 粉糯的口感 粉糯香甜也甜的 这个小秘书的话 因为它是咱们家 这个是新鲜现挖的 他和你们在叉市场 在叉市场买到的不一样 要给他留一 要给他留一留 给他跑一跑水分嘛 因为秘书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它需要跑水分 聚糖 聚糖了以后的话 它那个甜味更甜 它的甜度更高 知道吧 它的甜度就更 它的甜度还会 比现在新鲜现挖的 要更甜 知道吧 因为它这个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 它的一个特性 特性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知道吧 所以说 这个小秘书 真的值得带 都是沙地种的 而且 沙地种的 它就是说 口感啊 啥的